经常说教育要从小开始 那么学龄前儿童的教养到底有多重要呢 在今天的虎妈经节目就要来为您探讨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给主持人赵婉诚 来到虎妈经节目我是赵婉诚 我们都知道每个父母都希望给自己孩子最好的照顾 那么学龄前儿童该由谁来托管照顾呢 这是很多美国父母面临的一大决定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父母欣喜地迎接孩子到来 但是当父母必须外出工作时 小宝宝或幼儿的照料托管 就是最现实不过的问题了 有人请祖父母远到前来帮忙 有的人请保姆来家照顾 很多人则是把孩子送出去找人带 美国的幼儿照料有免息种类 美国人希望孩子得到什么样的照顾 美国政府对私人开设的托儿所有什么要求 美国的托儿开支是什么情况 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顺利过渡到幼儿园的环境呢 这次的胡妈金节目就要探讨 美国学龄前孩子如何托管 刚刚的影片当中抛出了一堆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两位家长一起来跟我们参与讨论 他们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字 我们第一位来介绍的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 吴欣欣 欢迎你欣欣欣 还有丽雅 好 谢谢文成 讲到这个你们两位家长 其实你们是托儿问题进行室当中的父母 好的 先来谈谈 我们有这么多问题要探讨 其实我们应该首先来看看 在美国 我们讲到美国这个环境里面 到底托儿的方式有哪一些 是不是 欣欣先开始谈一下 好的 那我现在是有两个 两个 那都是三岁 一个是三岁 刚好三岁 一个是现在是六个月 所以呢 面对是一个在家托管 一个是送到学校去托管 那我们就是在家托管呢 有的是我们是请祖父母来帮忙啊 有的家人来帮忙啊 然后还可以请保姆帮忙 然后另外还就是送出去的 对 送出去的其实还有很多选择啊 丽雅你说说看 对 送出去的呢 就是一般来说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种就是家庭式的这种托管 就是 就是有这个 有职业 营业执照的 当然也还有一些可能是没有营业执照的 就是在自己家里 办一个比较小型的这样的一个托管 就是以非法其实说也有存在 但是一般应该说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当然是必须要有营业执照的 另外一种就是说是那种比较规模比较大的 这个 就是不是家庭式的 是一种 就是说有一种 比较大规模的这种 正规的就是在 像学校那样的一种 托儿的 对 这么多方式其实选起来的话 很头痛的 像你们两位好像什么都做过了 其实我们先看看这个祖父母问题 我们曾经有一集 胡妈经探讨过 当祖父母来家里帮忙带孙子的时候 其实是一家三口 可是有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 祖父母的这个身体够不够硬朗啊 或者是文化适应的问题 教养的方式等等 可能造成冲突 讲到那个住家 住家保姆 其实欣欣你现在家里有个住家保姆 丽娅也曾经有过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这个住家保姆 夫妻两个都上班了 保姆在家里给你看这么久的孩子 她到底看得好不好 谁知道呢 是不知道啊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保姆这个事情呢 应该从就是来说 就说应该是一个良心的问题 就是说你没有人在家看着你 那么你自己是否尽心地去照顾这个孩子 那就是我们来上班以后 就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他了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监督他 对不对 所以呢他照顾得好不好 那我们也只能交给他了 没有办法 对有些家长还用了一些什么监视器 照顾有些保姆真的是没有好好带孩子 对但是我想这个对每个人都有 我觉得要是装了监视器的话 会对每个人心里都带来 带来一点阴影 所以我是不想做这个事情 对所以你挑选说 恐怕很费心 怎么挑啊 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 当父母在找保姆的时候 就是是非常 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 就是你在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 你会一般的父母亲戚都会跟这个保姆要面谈 试图尽量的多了解 你要过来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但就过来之后呢 就当你一次面谈不可能很全面的了解这个人 但是就是当你过来之后 应该说就是你不在家的时候 当然是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你因为是住家保姆的话呢 你也有很长一段时间跟他是在一起的 其实从他的很多言行里面 你也可以观察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对万一不行的话赶快换人 对那是肯定的 对清清讲到那个讲到这个住家保姆 我想提到我自己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当然我还是小婴儿的时候 妈妈请了一个住家保姆来来带我 哎呀这个这个他那时候还没结婚 大概二十来岁 好喜欢我 然后每天抱来抱去照顾得非常好 后来他因为要结婚嘛 必须要辞职了 然后呢有一天我妈回家一看 啊女儿不见了 我不见了 原来这个住家保姆他舍不得我 他要把我把我偷走了 他要连着我一同去嫁过去呢 但是呢我爸妈一发现女儿不见了 他们第一个想法先不是报警 先跑去找那个保姆 果然我在他家里 所以我现在你看 我现在身心健康成长 我觉得这个保姆是有些贡献的 对所以讲到这个保姆的问题啊 其实呢每一个人要决定怎么样 给自己孩子选最好的照顾 其实是很头痛的 好我们这个先来看看啊 我们这个啊 下面那个我们有美国基金同仁有两位啊 我先采访他们 然后请你们来谈谈你们自己 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啊 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好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一段采访录音 我采访两位VOA的同事 来看他们怎么做出他们的选择 我的丈夫他在家工作了 他没有出去啊搞工作 所以呢我我的情况比较灵活 啊flexible 啊因为他可以在家啊照顾孩子 啊我可以上班 因为没有人贪 那一岁半我们就在家附近 找了一个究竟比较方便的托儿所 把他送过去 最主要就是方便 因为要希望距离我们家比较近 因为我们夫妻两个都上班 希望比较少时间在上下班 这个接送孩子上面 对啊我们在决定这个学校之前 我们当然是先去看了一下 我们也跟老师谈了一下 看了一下这个学校里面的设施 还有老师的教材 我都参考过 才会做出决定 其实他从一岁半开始 他就开始有一些教材 因为这个老师 他跟一个这个学校是有联组的 那他可以学字母 然后可以学数字 现在这个小朋友啊 他走在路上看到这个路上的牌子 都可以把每一个字母证券都拼出来 所以我们都很兴奋 对王一如还告诉我 他很兴奋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 这个托儿费用非常高啊 所以一旦孩子学到什么东西 他们就物有所值啊 那讲到这个孩子托管问题啊 像欣欣你现在把孩子送去了 托儿所了 对是不是 对然后丽雅 你的孩子现在也是在 给托儿的地方对不对 先告诉你们两个 怎么决定这场所的 你们看的条件是什么呢 主要是有几个原因了 几个因素做出我们的决定 一个就是离家比较近的地方 我现在开车过去呢 大概是十分钟不到就可以到了 那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选的是一个 一个犹太人的社区中心 那它里面办的一个 一个学前班 那我选的这个是因为 我觉得犹太人的这个教育理念呢 跟我们比较相像 跟华人比较相 所以他们也非常重视教育 所以我想把它送过去以后 一定没有错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社区中心呢 它不光是有这个托儿班 托儿所或者是学前班 它还有整个一大堆的这种 这种比如说运动设施啊 游泳池啊篮球场啊 所以就是各方面设施 是非常非常齐全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决定的一个原因 所以刚刚送去才上学了 对上个礼拜二才开始的 那关于怎么样帮孩子 过渡到这样的一个校园环境 我们待会来谈啊 丽亚你的小朋友呢 你是怎么给他选的呢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托送呢 他是在一个学校 就是学龄前的学校 这个就像欣欣讲的 其实就是考虑的因素 是一个综合的 就是说第一 的确就是很现实的一个考虑 就是说这个地方 是不是方便 比如说我们知道 有的学校非常好 但是如果跟你家里太远了 你不太现实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 就是那个双职工家庭 大家都要上班 你不可能说花那么长时间 早上去送 其实这是很大的问题 除了这个 是不是这个方便以外呢 就是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这个质量怎么样 这个质量包括就是 硬件和软件了 像欣欣刚才提到的 硬件就是老师 我个人觉得就是老师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 这个幼儿园也好 托儿所也好 它这个负责 就是这个负责交孩子的 跟孩子打交的最多的这个老师啊 什么就是他们的这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对 其他的硬件当然也是重要的 就是这个环境怎么样 什么是卫生的安全的这个东西 对这就牵涉到托儿的条件的 什么样才是好的托儿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带孩子的人 跟孩子的比例问题 是不是 托儿所里面的这个员工的照顾者的 那个跟孩子的比例问题 如果你一个人照顾七八个孩子 怎么会照顾得来呢 嗯 这个应该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托儿所啊 或者这个学前班 嗯 价钱稍微比较贵一点 可能这个 这个比例就会低一点 比如说 我的这个孩子呢 他的比例是一比五 就是一个老师 照顾五个孩子 或者四个 他们是有的是 是半天的 所以半天走了以后 大概下午呢 就是一比四这样子 嗯 其实讲到这个托儿 我们都知道 孩子一定要快乐健康的成长啊 所以有研究报告 这是真的啊 就是说那个小孩子 从出生到一岁阶段期间 如果你给他的照顾啊 给他的这个关爱 非常的多 这个质量跟这个数量 都足够的话 对孩子以后的这个发展 情绪啦 或者是这个身体的发展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呢 像你们花了很多心思 怎么样选择他们 但是也有的家庭 他是选择 把孩子送到别人家去的 那我的邻居呢 我采访了这个 艾利森 还有Jeff Jeff Miles 他们就很幸运呢 找到了在家托儿的家庭 而且他们非常的满意 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说 我们喜欢这种家庭式的环境 这是种个人化 又舒服自在的环境 不像托儿中心 或教学式的托儿场所 比起我在家带孩子 送孩子去这个家庭托儿所 是最好的决定 他们还配合我们的个人需要 做法上不死板 比方说 愿意给孩子 为我们带去的母奶 给孩子用布尿片 不强制孩子的小睡 和吃饭时间 我们觉得 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我们到七八个不同的家庭托儿所 进行了解 查看他们的背景信息 感受他们的性格 才做出决定的 我们要的是孩子安全 他们带孩子有爱心 我小孩很喜欢去那里 拜拜妈 拜拜妈 看起来这个Alison的小孩 很喜欢去那个 在家照顾这个家庭 那么刚刚的男主人 Jeff他也谈到了 他叫孩子安全 其实安全是 你去找一个托儿地方 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当然也是首要条件 很多条件当中 而且每一周好像对于 这个托儿执照要求很严的 你们的 利亚你住在维基尼亚中 维基尼亚中是什么要求啊 对我们都住在维基尼亚中 我刚去看了一下 去这个网上 这个要求 法律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就是说你这个是 我正弄的是 就是家庭式的托儿 它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 好多页 这有21页的要求 对对对 就是基本上来说 就是说你这个负责人 你开办这个托儿所的人 就是必须是成年人 至少18岁以上 对吧 而且对他的学历也有要求 就是至少是要有一个 高中那个毕业文凭 有的要求就是说 如果年龄 如果这个人的年龄越小的话 托管人这个负责人 年龄越小的话 有的地方是要求 他必须要有这个 就是本科的一个文凭 或者是在学过 跟这个托儿有关的这个领域 有一些经验的 就是他有非常仔细 具体的一些规定 然后我看你刚才提到 这个比例 对对对 对于家庭式这个托管 这个维基尼亚中的规定 就是说15岁以下的小孩 那个比例 就是托管人跟托管小孩的比例 是1比4 你不能超过这个比例 它是按年龄来分的 有非常 比如说16个月到 就是两岁以前 16个月到两岁以前 是1比5 年龄 就是孩子年龄越大 当然这个比例 就是托管人 托管孩子的数目 可以稍微有所增加 对对对 对对对 欣欣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个比例 可能跟你条件不一样 稍微会有些不一样 你牵涉到价码 对对 跟价格有关系 但是就有一个最低的规定 你是不能够预约的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条件 你不能超过 安全问题 像欣欣像你 本来还是送到托儿所去的话 你当然会注意到 他们一定是有什么执照的 或者说 对对对对对 是的 像马里兰州 他们的规定 也是蛮严格的 马里兰州 我听说是 就是他们还要上好几门课 然后还要去学 这个人工呼吸 然后还要有这个平面图 就是那个孩子待的地方 还要有平面图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到时候 如果有火警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拿出 这个平面图来看 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进去救人 对对对 而且听说连窗户的尺寸 都有规定的 同时几个逃生道 都要有 同时好像你的小孩 每一个礼拜 都还准备一个逃生包裹 是吗 那个我的邻居 他原来办过 这个就现在还在办 这个托儿所 而且生意非常好 就是我有小孩 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送了他家里去的 当时他那个 就是要规定 就是对 你要有一个包裹 是随时准备好的 万一比如说 发生火灾或什么情况下 他可以 拿了就走 小孩所需要的东西 都应该在里面 然后拿起包就可以走 对对对 像在马里兰州 我还知道 这个因为我们托儿的话 你当然希望 你把孩子交给人家 你要放心 所以这个人除了 你刚刚讲的 教育程度的要求之外 他有一些基本的知识 比方说要上些课 什么像营养课 什么急救 什么first aid 什么 还有要做身家调查的 还有提检 而且开这个 又托儿 家庭托儿的人 他要提检 不是光他自己 全家人要继续提检的 而且在六个月内 要完成所有的提检 所有的准备工作 怕你六个月后 又开始生病 所以这非常非常严格的 或者怕你家人 有什么传染病 会传染给这个小孩子 对对 他这个还是 就是整个家庭背景 调查的一部分 就是健康这个提检 是家庭背景调查的一部分 因为他要看你 是不是曾经有过犯罪记录 还要抽检 他这个家庭安全措施 随时抽检 其实讲起来 刚刚欣欣你提到了 这个人员跟照顾孩子的比例 如果是照顾孩子的比例 是越少 就是小孩 更多人来照顾小孩的话 那个价钱就很高 其实在美国 拖儿都不用 真是高得吓死 来你们两个谈谈 你们的苦衷吧 对 现在就是说 如果你是请一个保姆 当然这个价钱 是根据美国各地区不一样的 那如果在华盛顿地区呢 现在是 因为我刚刚请了一个 刚刚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然后请了一个保姆 所以现在是这个 请保姆的价格呢 大概不管你是住家 还是通勤 大概是这个价码 大概是1500到2000 然后你还要付他吃住 然后你还做一份给他吃啊 就是对 然后如果你送出去呢 到学校里面去 那就不一定了 大概是1300左右吧 是吧 对 可是你送去外面 托儿的话 有时候还要自己带饭 是吗 或他们有自己 看学校的要求 对 欣欣你的小孩 学校是有提供午餐 但是要买钱的 对 是要买钱的 我们来看看你孩子吃的 那个午餐菜单 是什么样子 好的 这个菜单看起来的话 我们应该来讨论一下 这菜单的营养 我们看这个菜单上 星期一到星期五 都有不同的东西 对 星期一是比萨饼了 然后星期二是意大利面了 然后星期三是煎饼 星期四是热狗 星期五是炸鸡块 哇 这星期四星期五不太健康了 很不健康 所以我一看这个菜单 我说不行啊 这个我的小孩在家里 我从来 三岁以前 我从来没有让他吃过这些东西 比萨饼 热狗 薯条 我全部都没有让他吃过 那你看看 你给孩子准备的健康午餐 是什么样子 你要这样子 给我们看看 这样想一下 好的 所以这是 这是昨天 孩子带去 带去学校的 对 那就是一点 就是一点意大利面 我想这是意大利面 就像面条一样嘛 所以也是很有营养的 然后有一点西红柿酱 然后呢 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鸡蛋 通常他很喜欢这样子 切成两半 然后拿在手上吃 所以我就切成两半 然后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蔬菜 或者水果 有时候是芹菜啊 有时候是葡萄啊 有时候是西红柿 哎呀 看起来妈妈从小孩这么小 就要开始担心 他们的午餐的问题了 是 好 讲到这个托儿问题 有各式各样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家长 为了要选择这个托儿 这个托儿的方式 其实是影响到 很多家人的生活方式的 是不是 是 是 像比如说 别的不要说 就这个价钱上面 这个每个月要付出 这么多的钱 就是对这个家庭 带了很大的压力了 对 所以有的人想出办法了 很有创意的 比方说找了一个保姆 大家一起来合用 或者是说 今天我帮你去 你家看小孩 我可以寄两个点 或三个点 这不给钱的 然后到我需要的时候 你来我家看 免费的 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周一飞 他有参加一个 就是合作式的 这个 大家合作保姆 那种合作 baby sitting 看孩子这种方式 他说他从孩子 从小出生 到现在 花了一百美元呢 当然这是付出很多了 包括爸爸在家看 对 我觉得他这个情况 应该说是比较例外的 就是花费在育儿上面 花费这么少 是很少见的 我觉得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账户在家里工作 那这种情况 就是目前来的时候 应该还不是很普遍 在家庭里面 就是尽管我们现在 可能一个星期 有那么一天两天 或者是更多一点的在家 但是整天都在家工作 这种情况 而且可能还影响到 爸爸的工作质量 说起来这个 看托儿的这种问题 不是过来人 很难想象 这个问题有多大 我们是不是要请 两位来简短地 揭露一下你们的心声 就是说 不管是把小孩 放在家里 拖给保姆带 还是说 把小孩送出去 送到学校去 我觉得这个 对父母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么我想呢 就是把小孩送出去呢 虽然他现在就是 比较地不适应 刚开始的时候 可是我想这个 对他对我们 都是很重要的一步 因为这是他 迈向社会的第一步 所以 虽然说有很多的问题 可是呢 因为我觉得呢 我还是非常的 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因为呢 生活有这样一个机会 给你 让你跟孩子一起成长 然后呢 你有这样的机会 去品尝 人生的酸甜苦辣 所以呢 每一天我都非常的感恩 丽雅 你的看法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 做父母 为人父母 教育孩子 这是一个非常 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我也是觉得 在这个过程之中 每天都可以学到 很多的东西 没错 对 自己就像 欣欣说的 跟孩子一样一起成长 没错 托儿问题 固然是令人头痛啊 但是随着孩子成长 这个甜蜜的负担呢 我们用甜蜜的负担来形容 很快就会过去的 要是回头看看 这段时光的话 我想很多家长都会庆幸 我自己对孩子的付出 跟努力啊 很值得 自己跟孩子一起成长 一起享受这段 珍贵的人生时光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丽雅 还有欣欣来参加 我们的节目讨论啊 也会感谢朋友们来收看 虎妈精这个节目 我是赵婉成 再会